秀芳影片即将开始 记得按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若你在操作上有任何问题 请加LINE LINEID 17888VIP 秀芳会亲自回答你们的问题 节目即将开始啰 享受货月喜悦获得成功的妙方 我是陈秀芳 欢迎大家收看 2024年5月9号的股市妙方 今天呢 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看看现在的大盘 那今天现在大盘是小跌的状况 可是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因为从短线长线多空投加速观察到一件事情 今天研究员一早也在提醒我 其实我们这几天都嗅到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 什么样的味道 你看今天加权虽然是小跌的状况 虽然整个台北股市 还是多头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可是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在上涨加速跟下跌加速的部分 你会明显的看到说下跌加速现在是跌 下跌加速有600多加 然后上涨加速只有400多加 重点是哪里 重点是在OTC的部分 那OTC在今天啊 现在其实今天OTC是跌的蛮重的 我怎么会这么说 因为你看 他在下跌加速其实已经快逼近600加了 上涨加速只有350加 所以持续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肋股轮动的速度变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不要看说今天涨什么你就去追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提醒大家 因为你很容易会被夹到 真的非常非常容易被夹到 我们什么都不用多说 我们就说昨天的事情就好 昨天重点族群是不是 昨天华城是不是一度有怎么样 一度有看到涨停板 没错吧 那你看今天的华城 昨天的华城跟今天的华城有不一样吗 你们觉得有不一样吗 昨天的华城基本面跟今天的华城基本面 有不一样吗 完全没有不一样啊 对不对 昨天的华城跟今天的华城一模模一样样 可是昨天的华城怎么样 昨天的华城这一根逼近涨停板 如果你去追 如果你去追 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今天马上就被套牢 所以就是我一直提醒大家的 就是成本位置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相信昨天那一根去追的 人啊大部分的人都会是 依照技术面做操作的 为什么 因为昨天爆量 然后爆量第一根 那很多人都会反应说 就像市场说的 华城接下来的展望啊 他的TP啊 就是目标价 调升到1200 想一想这样空间很大 不追白不追 我就赌 赌什么 赌他四月营收会暴增 那因为股价会说话嘛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嗯没错股价会说话 昨天爆量第一根 上涨我就是买就对了 很多技术面操作是这样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昨天的我没有买华城 我知道清楚的知道 昨天华城跟今天华城 一模模一样样 那为什么昨天我没有买华城 不是说华城不好 我也没有要说华城的坏话 或是怎么样 我只要告诉大家 还是一样提醒大家 在类股轮动速度加快的同时 最近的你在台北股市有赚钱吗 你觉得就算是台北股市 现在已经两万多点了 就算两万五两三万点好了 你觉得你有本事在台北股市赚到钱吗 如果你的思维永远都在想说 今天涨什么追什么 我告诉你 你真的一段时间下来 你完全逃不到任何的便宜 为什么敢这么说 我现在就是抵挡布局的人 华城我也做过 当然没有吃到这么一大段 因为我常跟大家讲 我会员现在也不会来应该我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我就是可以给他们稳稳的幸福 就像是我们的亚历 我们的亚历也是没有吃到这一大段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亚历有做过 我赚钱我赚了大概30几%左右 当然我没有卖在184 因为老实说 其实我对他 就是我当下的估值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 逼近到我的心中的估值了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分析过 因为在最后这一段 其实通常都是 为什么很多很多券商 会一直调高重点的目标价 因为就是市场氛围 所以他们一直把它调上去了 也是逼不得已 为什么逼不得已 因为都已经到价了 那你为了绩效 当然就是只好往上调 那最后最后那一段 就是市场氛围 为什么讲亚历 因为昨天亚历涨 因为昨天重点涨 那一天涨一天跌 你们觉得现在台北股市好操作吗 我告诉你 真的不好操作 现在唯一唯一唯一的一个策略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还是一样 回归秀邦的操作本质 我们就是波段操作 买在相对低点 买在相对低点 你就会绝对安全 并不是绝对赚 可是你会绝对安全 当整个台北股市 最后眼睛会调到哪里去 有基本面的个股 那我们在低档布局的时候 你知道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就算是整个台北股市反转 注意 注意听 我不是说现在就会反转 我是告诉大家 就算台北股市 有一些反转 或是震荡 在高档震荡的同时 你觉得不好 Lulia的时候 就像我的研究员告诉我 他觉得最近要小心一点 我白印这个想法 可是我告诉他 我告诉他 我们超盘团队 这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是提醒一些我的粉丝 提醒会员说 接下来整个盘式 当然就是不好操作 可是秀方的会员 完全不用担心 就算是整个盘式不好操作 我们还是可以带着你们操作 怎么说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 高频交易的老师 我不是说 昨天重电涨 我就追重电 那今天跌下来我就损出 很多很多技术面操作 的确会是这样 可是这样子长久看来 你们觉得 赚快钱很容易 可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赚波段的钱 才有感觉 你唯一可以让资产费争的东西 唯一不变的道理 就是只有抱波段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跟大家分享过了 其实很多 我从年轻的时候 就认识很多人 那这些人呢 我们大家都是在 就是大家都同行嘛 对不对 在业内的朋友 那为什么有些人 他的身价可以十几亿 为什么有些人的身价 还是维持在 一千万上下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的 交易策略的差别就是 十几亿的那一个人 他就耐得住性质 他就是可以当一个好的猎人 这是我眼睛 我真的是活生生血淋 你看到的两个例子 可是这两个人 他们的本金都是从一百万做出发 人家赚到一千万也是比 也是很厉害啊 也是比很多人厉害很多好不好 很多人进入台北股是一辈子 不是一阵子 强调是一辈子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可能比较有那个长辈员 所以通常来问一些会路会啊 或者是来问一些股票都是 年纪比较稍涨的是退休人士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那他们会来跟我分享 他们从年轻到现在的操作刑法 可是其实 其实所有的故事千篇一律都一样 什么样 汇总给大家 看电视买股票 看报纸买股票 看免费的投股老师的盘后解盘 或者是盖牌股去拆牌买股票 就是这样的脉络 导致他进入台北股市一辈子 为什么说一辈子 因为他们像都退休了 对不对 退休大概七十几岁 快八十岁 但大有人在 因为大家不要怀疑 因为现在呢 台湾不只是台湾 因为现在就是医学很进步 所以现在人口的那个老年化 大家可以活得更久 特别是女性 他可以活得比男性更久 就是统计数据 所以大家的年龄 当然是越活越久 越来越高龄 对不对 可是这些人他已经退休了 他退休之后 他想要在台北股市 想要做的是 可不可以再多赚一些 他的退休金 所以这些人 他们可能就会积极的寻求 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 可能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着重在工作 可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着重在工作的同时 他们也是依照这些新法 在操作股票 可是怎么样 却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资产没有倍增 反而就是 因为他们的脑袋 他们的 应该是说他们投资策略 一直都没有人跟他讲说 什么样叫做正确的投资观念 不是用散户的观念 而是用大户的思维 所以他们 进了台北股市一辈子 其实他们没有赚到钱 反而是手上的套牢股 一大堆 正是一大堆 所以他们来问操盘团队 问到我 我就会建议他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就会跟他说 你愿意换股操作吗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如果你一直坚持 你是什么什么的信徒 然后最后你一直坚持不换他 然后你最后真的就是变成赌徒 因为就是赌了 你就拿你的青春跟他赌 赌什么 赌五年十年二十年 他绝对会回到你成本位置 我告诉你 五年十年二十年 可以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然后你还在那边等你的股票 只等什么等解套 有意义吗 我觉得丝毫没有意义 所以在亚历的部分 之前有个粉丝 他来说他买在170左右 基本上170是追在这边了 追在这边了 那我只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买在170 现在的你发生什么事情 昨天的涨 你觉得很开心 你跑来跟我讲说 老师没有不像你说的 你说你觉得亚历应该现在已经是反映了 明年的估值了 你觉得应该要找别的比较有机会的股票进行操作 那你看昨天不是涨了吗 那你还说重点一定会起来吧 520之前重点还是有戏 重点在这边 你看520之前大家都认为说 什么什么什么族群会有戏 可是问题是延续力道呢 完全没看到 你看今天亚历 昨天涨重点涨一天 所有的中心店华城亚历其实都涨 因为他们都是重点 涨一天今天就跌下来了 今天就跌下来了 所以并不是说亚历不会涨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的成本买在这里 你就输了 为什么你就输了 因为你的成本就是跟别人比起来 我们都是买在比 老实说我是买在100块以下的位置 然后你买在170 你买在170 我们成本足足差了70块 然后你还在希望说 他上面的空间他会比价滑成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他营收有出 他获利表现有足以可以堆升 他现在股价吗 再提醒大家一次 很多很多股票 现在其实他们之前 这一段这一大段 早就已经反映明年的股指了 今天5月9号说过了 其实市场上 是从下半年才反映明年的股指 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股票 然后都已经在之前提前反映的股指 所以导致现在很多股票营收开出来 股价就怎么样 却往下掉 除了亚利之外 当然还有别当股票 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事情 因为昨天跟大家聊 因为其实很多人来问事情 特别是昨天聊了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出来了 就是说老师那怎么办 先跟大家聊一下事情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这就是所谓的 很多人会用业绩选股票 跟我一样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用业绩选股票 可以赚到钱 可是你却没有淘到便宜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你对未来的展望 你未来的前瞻性 你的远见够不够了 因为不只有单单单单一个指标 让你去买这档股票 因为我们必须要很用功的去找 很多很多的指标 A加B加C加D 而不是A或B或C或D 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并不是绝对单一的只有技术面 当然是还有基本面 筹码面 这些都要面面俱到 虽然讲这些话很简单 可是其实做起来很难 为什么很难 因为我们操盘团队 我就找了很多 我不是很多 就找了各个领域的精英 基本面做出发 我们有研究员嘛 对不对 有筹码面的专家 也有技术面的专家 其实为了是什么 我也就面面俱到 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来看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我知道 其实团队的力量很大 一个人来看绝对会有盲点 可是主轴绝对是我 主轴绝对是我 所以我们每一天会进行很多次的开会 开会的目的是什么 并不是放费时间 而不是打发时间 而是要扎扎实实 可以选到好的股票给我们会员 话说回来 你看四星单月的 你看那个工商时报 反正他就说到 四星单月的业绩 首度突破40亿元 今天的四星长什么样子 今天四星长什么样子 如果今天四星 今天四星一度一度一度快要打到跌停板 一度快要打到跌停板 那你就会思考说 哎妈呀怎么会这样子啊 他营收这么好 营收强度 其实看起来还不错啊 又看到一些券商在调高展望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哎这个就是陷阱了 这个就是陷阱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很多人很想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 我告诉大家 刚刚已经跟大家特别聊过了 其实在这一段涨上来 四星他就是大家的王 就是大家的王 所有的焦点都在四星上面 所有的焦点都在上面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哇都四星都已经四千多块了 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五千五六千块呢 可是你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这一段其实就已经反映了 他接下来的获利表现跟估值了 这也就是我告诉提醒大家的 我们时时要留意整个氛围 而不是说只有单刊这个营收表现 你们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真的就是还是要加上看位阶 看位阶 而且你还要清楚的知道说 他到底是不是已经反映了那个估值 那你就会想问我了 你说比如说老师像亚历好了 亚历你那个时候说 你觉得已经反映到了你心中的想法 你的目标价已经达到你的估值 假设是150 已经达到你估值 可是你卖掉了 那后面这一段呢 这一段30块你都没赚到 你问的好 对没赚到那又怎么样 那至少我是不是赚到了30几%那一段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厉害的 就是你不可能每一档都是赚到最满 没有这么厉害的 如果有一档可以让你赚到最满 我只能告诉你可能你那阵子运气特别好 真的运气特别好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从来没有期待说 我每一档股票一定要赚到最满 可是我期待的是什么 我每一档股票 我都可以赚到最少2 30%以上 你们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其实我们在中芯店的部分 我也是带着我会员 我们也是买在这个平台 我一直要强调一件事情 超盘团队的核心价值 绝对不是叫你去追高股票 追高股票容易啊 有没有 这一根涨上去我又跟你讲买 4加尻 对不对 隔一天再涨上去 数几一下 说超盘团队有够厉害 可是我没做这件事情 我不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不做 因为我知道做这件事情风险大 因为基本上我中芯店买在120几块 我买在120几块 对大概是这个平台左右 大概是这个平台左右 120几块 可是最后我卖在180 188吧 188块左右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员就有来说 老师你不是说 你觉得中芯店会看到200块吗 那为什么你在188块买了 那我去回他一句话 我说我不是神 很多时候我当下判断我认为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获利了结 我们先获利了结获利入带 我们赶快转下一档股票 我觉得那报酬率会更好 我觉得那个时间价值会更划算 所以就算是我没有卖在200块 甚至没有卖在221块 甚至你觉得说好像价差差了30块 我告诉你你已经够了 怎么够了 你从120块卖到188块 我算180块好不好 120卖在180 其实一张你已经赚了60块 一张赚了6万块 你买10张你赚多少 60万 那你都已经赚到60万 我还马上带着你布局下一档股票 让你继续赚 你觉得你还需要在意说 老师你没有带我们卖在最高吗 完全不用在意啊 你只是你从这个交易策略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情 没错超盘团队可以给的你们就是这种东西 我们就是可以让你们低档布局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档股票 这个产业的前瞻性 我们才敢这么做 我精算的时间价值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让你们可以从120赚到180 而不是说为了让你们可以从120赚到220 因为这个是什么 神操作 我做不来 因为我不是神 我就是一个人而已 我还是依照超盘团队的心法 我们就是低档布局 当个好的猎人慢慢等 慢慢等我们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前瞻性 我们必须要看得远 看得远你才跑得快 这是以前我的一个董事长 跟我们讲的话 只有看得远你才跑得快啊 没错 因为你要看得够远你才敢跑 对不对 看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发现这个目标OK 我们赶快全力充施前进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除了当帮大家面面俱到之外 其实我们还必须备有的 一个是千瞻的眼光 悬股的千瞻眼光 虽然说起来很悬啊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在讲什么好像听不懂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其实这件事情 对我们超盘团队来说不难 完全不难 所以我们才可以 精准掌握到中心电压力 好不好 那就是要告诉大家 提醒大家 有的时候 你看 营收好 股价却是这样 其实股价早就会说话了 因为你用思考一下就知道 其实它早就反映了 之前的估值了 还是要告诉大家 今天 今天的 今天的市新现在跌了 有慢慢拉上来了 慢慢拉上来 可是那又怎么样 其实整个还是下降趋势 真的整个都还是下降趋势 所以你买在3300的 朋友们 你如果早听我的话 挺损 第一堂课你下课了 你保有资金 你还有300万的资金 假设你还有300万的资金 你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生技展抢赚钱班 生技展充施班 生技展充施班 大家比较好理解 生技展充施班 其实你这一档A股 你这档A股你买10张 这档B股我看翻倍的 你就买个40张 其实这两个加起来 你只要花220万的资金 你就可以赚多少钱呢 A股 A股 我认为一张 你看190-130 一张60块 10张是多少 10张是多少 60万 那B股的部分 B股的部分 转折在6月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慢慢 刚看了一下 虽然今天盘势 我觉得今天中小型股 跟一些类股轮动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很好 我觉得是没有很好 可是这档股票 目前真的还是红红的状况 红红的状况 我觉得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的会员 他们会偷偷买 偷偷买100张 80张100张 因为他们相信我的选股实力 他们绝对相信我选股实力 这档股票我们可以 我们报了 我们应该是说这档股票 我预期要报一下子 我预期要报一下子 可是他可以给你什么 他可以给你翻倍的获利 他会给你满满的幸福 就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个投资报酬率是值得的 我们报个一阵子 然后我们可以换来我们的资产倍增 之后你就可以知道 我这是开牌给你们看 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基本上这两三档股票 我全部都没有做错过 如果你喜欢生计股 如果你愿意 你适心愿意换个脑袋 你愿意从300块停损 停损之后加入超盘团队 你对生计股又不排斥了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其实很多很多 就我比较有长辈员 所以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们 他们来问 其实他们对生计股 还是有一个执念 什么执念 超股 没有基本面 赚不到钱 你不要害我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我进了投股第三年 我为了就是要颠覆大家这个想法 可是问题看起来好像是还没成功 没关系继续努力 我这个生计股的充斥班 其实很多人 基本上都年轻人居多 就是比较中年 中壮年 跟我差不多年纪 中壮年居多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因为他们真的比较能够理解 现在的生计跟以前生计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对他们来说 生计股哪里有什么不好 让你赚到钱 每一个都蛮好 每一个都蛮好 可是比较长辈的一些朋友 他们心中可能磨还没放下 可是没关系 对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你愿意加入操盘团队 我就是会给你好股票 你不想要做生计 我们就去小资组 我们就去幸福宣言班 一样可以让大家获利满满 然后幸福满满 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话要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你世心愿意 你愿意停损 你真的愿意停损 A股 B股 C股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接下来 还是持续要聊一下合一 就是因为现在看到一个状况 不是说合一的状况 而是说 现在看到状况 就是 就算是业绩好 就算是业绩好 股价也不一定涨 股价真的也不一定涨 像合一中间 今天是不是还续跌 我不知道这个300块的你 到底还在想什么 还在执着什么 还在执着什么 那反正我还是一样老话一句 你时间价值非常非常重要 你的人生只有一次 5年10年20年 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辈子了 那如果你还执着 我建议你 真的要好好思考 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5分钟 你持续看着你的APP 你会发现说 真的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那你就会开始跟我说 因为最近有一些粉丝 也是来问合一 然后他就会很在意说 那我现在如果卖在154 如果他最后涨到160 那我就说有差吗 你觉得有差吗 对于你来说 你现在时间价值比你 在意的那6块钱重要多了 完全没差 因为你从300块已经跌到了154块了 那你在意说 还要让你再慢慢的 就是涨个6块钱到160你才出场 你就有差吗 完全没差你当然就是要当机立断 赶快把股票换到另外一档好的股票 你不加入我会员没关系 可是你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是 你真的就是要挺顺 你不要从信徒变成赌徒 这是我一直要跟大家讲的 虽然我知道市场上还是很多老师在说 合一要抄底 合一要抄底 抄吧 那你就抄啊 有本事 你如果就像我说的啦 就是我有本事在这边让我会员赚到钱 那也很多人他可能有本事在这边 让他的会员赚到钱 我觉得fine 反正你有本事可以再合一赚到钱 我都觉得很好 可是如果你问我 你现在成本是300块 250块 280块 200块 我就会告诉你 我觉得你不要吃丝的等 因为时间价值非常非常重要 手上 我的手上有很多好的股票 我认为他的催化剂 会比合一现在的催化剂还要找到 那你想想看 你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你的时间价值 对不对 那你干嘛不如 你不如 你不如就转个念 我们真的好好证实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先停损出场 停损出场 我们转另外一档股票 让我们先有获利的感觉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句话 我这些话 其实我几乎每一次遇到亲戚 都要重复讲一次 我都差一点要录音起来给他们看 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讲一样的话 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讲一样的话 因为其实是很伤我元气的 可是我还是愿意一直这么做 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他们真的只要愿意改变 我讲到他们愿意改变了 他们相信了 他们觉得他们这样策略是不对的 他们已经不对了一辈子了 他们有一天觉醒了 觉醒之后 他们觉得没错 秀胖说的没错 停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刻 我为了要在台北股市赚钱 我必须要在第一堂课下课就停损 停损了之后 他们就赶快买更好的股票 让自己在台北股市有信心 我告诉你我很多会员 从不认识陈秀芳 知道陈秀芳 而加入陈秀芳的团队之后 他们知道说我们操盘朋友 可以给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现在心情很安定很放心 他们的脑袋也进行了改造了 他们脑袋他们就觉得说 没错秀芳说的没错 每个人都会错 每个人都会做错 做对做错我们都要从中检讨 可他加入操盘团队 我们就是可以给他稳稳的幸福 那你要不要 我就问你要不要吗 所以你就去思考一下 你还要继续持续这样下去吗 还有昨天我朋友跟我聊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跟大家聊一下 就在美食的部分 有人就是把我 其实我不太看留言板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发现 其实是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说 留言板太多带风向的东西了 有一些明明是不对的 可是却被带的风向像是真的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看留言板 可是因为我朋友 也就是身边一些朋友们 就是以前就工作认识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很喜欢看这些留言板 然后他们就来分享给我 就昨天有人说了 他说美食就点到我了 他就说要让秀芳捡便宜的 嗯对啊怎么样 就是让我捡便宜啊 对不对 那很多人还是套在340320 那你们现在就是套牢嘛 所以之前 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聊了吗 就是有一个粉丝 他就毅然决然的 他在这边停损了 他停损了 哎我觉得不可耻啊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很棒 为什么 你停损了之后 谁说不能再从美食赚回来 可以啊 一定可以的哦 那跟大家聊一下美食啊 因为昨天 嗯看到 你们看到了吧 就是在投信的部分 其实投信的卖亚 已经慢慢慢慢减轻了 已经慢慢减轻了 可是现在筹码 其实还不是很稳定的状况 还不是很稳定的状况 市场上要等什么 等营收 等营收 我也在等营收 我再看看这个营收 到底是跟我掌握的 跟我研究员估的是不是一致 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 反正 如果你 呃 你想要在 你想要从世心 如果你手上有世心 如果你手上有志源 如果你手上有合一 有中天 等等的升级股票 你愿意做升级的 欢迎你们来加入操盘团队 我带着你操作美食 我真的带着你操作美食 基本上我操作美食 没有输过的 没有输过 所以现在 在那个留言板上面 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让秀芳捡便宜的呢 嗯 对啊 怎么会让我捡便宜的呢 就是运气好啊 运气好的时候 就是可以捡到便宜 就是觉得可以捡到便宜 我把它归咎于运气好了 因为如果 我讲太多 你们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太臭屁 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臭不臭屁 我只是依照我看到的东西 做操作而已 认真回答大家 对 那因为市场上 大家知道美食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我说过了 那些故事谁都知道 讲出很片片的故事谁都知道 可是detail的故事呢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知道欢迎你来跟我聊 好不好 欢迎来跟我聊 那就是也欢迎大家想操作美食的 来加入超盘团队 因为我就是美食这档股票 我没有让我的会员输过 没有让我会员输过 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话 持续跟大家聊 就是像资源 其实也是 就是也是一直破底 也是一直破底 今天资源涨势是好点的 是好点的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聊到 就是资源这档股票 其实从筹码面看来 我们其实超盘团队有在 有在想说 资源其实算是一个 不错的低阶的点位 应该即将要浮现了 即将要浮现了 可是因为我们要考虑的 很多个层面 很多个层面 所以持续的帮大家追踪跟观察 只是如果你资源 你还是套在比较高点的地方的话 其实这个趋势 我觉得没有悬念 可是对我来说 就像美食一样 对我来说 我现在切入点就是舒适 就是舒适 你们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先留意一件事情 并不是叫大家去买资源 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超盘团队 我们买的股票永远就是在底部 底部 不会说叫大家去追到这个地方 不会 所以我们超盘团队一出手 你们就知道有没有了 虽然我平常很少在节目上 就是公开输了绩效 因为我们都是要报个波段 报个波段 其实有时候还没算够 我就不可能分享给大家 基本上就是不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一直在讲之前的 波段的绩效是怎么样 其实很多我都没有讲 因为其实有一些 这个是小打小闹的部分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嘴的 完全没有什么好说嘴的 我们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目的就是 可以让我们的会员 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让他们的资产 在每一季 每一季 每一季 每一季结算 甚至在今年一整年结算 可以让他们资产有感倍增 这是我们要的 这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 成本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今天 今天的至上 我上次跟大家聊过 至上我们是买在68块 68块 然后之前都走的不错 我相信今天一定很多人 来想来问我说 为什么至上现在 今天搞成这个样子 今天一根跌停板 现在还没有打开 还没有打开 说了快7000张 快7000张 那昨天营收开出来 强度其实还是有 强度还是有 可是问题是 他今天就可以跌给你看了 这就是我刚跟大家讲的 我刚刚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成本位置 你在这边的时候去追 那现在你一定很紧张 紧张受怕 你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该怎么办 该怎么 就是该怎么做是怎么做 你当初买在这个位置 你一定已经设好 你的停顺点在什么地方了 你的停顺点在什么地方了 而且我相信你买在这个位置 你一定想短打营收题材 可是对我来说 我没有买在这个位置 我们买在68块的地方 我们买在68块的地方 而且我这档股票 我们已经获利了结 就算没有获利了结好了 真的就算没有获利了结好了 今天跌停板 我们还是赚钱 顶多只是获利回吐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超盘团队就是可以 在这个低档时候买股票 而且现在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算是营收强度有出来 你还是要去判断 判断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他是不是前面都已经偷偷的把估值 全部都已经反映在股价上面 这也是我一直提醒大家的 其实在台北股市的氛围这么好的时候 很多很多股票估值都已经提前反映了 所以其实我在抓营收强势股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会从中筛选 而不是说每一个强度出来 我就一定要靠 我就一定要买 没有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还有你看文业 我昨天是不是有提醒大家 很多人会觉得说 没有啊 开出来东西的都很好啊 很好 营收很好 是不是故事都一模一样 我今天举了三档例子给大家 文业 事情KY跟至上 你们有感觉吗 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有感觉吗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的估值已经提前反映了 那很多我说过嘛 文业其实就是被孝兄明年的展望嘛 那昨天一定很多人去接 他们就说没有啊 这有一些头裤 有一些本土头裤 还是持续的看好文业 还是把它目标价 就是目标价离现在还是有空间 还是非常有空间 所以他们昨天就会想去接 接跌停板 我告诉大家 跌停板真的不是随便乱接的 真的不是随便乱接的 而不是跌停就可以接 不是跌停就可以接 所以你必须要思考的是 这间公司它接下来展望是什么 是什么 所以我昨天提醒大家不要乱接 那今天过不起来 如果你接了 你今天一定很头痛 你今天很头痛 为什么 因为一天的时间你已经 已经要损服10%了 已经要损服10%了 对不对 你觉得这是你想要操作的股票吗 对于我来说 这样的股票不会是我要操作的股票 不会是我要操作的股票 那像今天 今天比较强的族群其实有安控 看一下 有货柜嘛 散装 那安控 安控其实今天很强 今天很强 再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起有 今天起有很强 今天起有涨停 那他的营收还没开出来 他的营收还没开出来 可是我们从我们从起有跟金锐这两档股票来看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也讲到安控 因为安控最近有人来问 那最近安控其实有看到说 这一天两天其实都有蠢蠢欲动的迹象 可是这都无所谓 你看金锐的部分 我们先从线图来做出发 金锐这什么样的线型 他一路从快300块这样子跌下来 就从这样子跌下来 对不对 那今天其实安控族群很强 那其实金锐他是跌的 他是跌的 然后起有的部分呢 起有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趋势完全不一样 整个趋势完全不一样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一件事情 虽然全部都是安控族群 全部都是安控族群 可是你还是要得挑股票 而不是所有股票都能买 就像我跟你们讲的 生技族群有可以买的股票 不是说闭着眼睛瞎买 不是说他跌了 金锐跌了这么多 没错 我今天就可以买 这句话是我身边的朋友常跟我讲的 没有他跌很多了 不会再跌了一定可以买 那我说为什么 数字呢 一定是看数字说话的 对不对 就是他营收有没有出来 获利表现怎么样 他接下来的故事是什么 你全部都要跟我讲清楚啊 对不对 要不然我怎么可以拜印你的想法呢 所以基本上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股价没有那么绝 你不可以用绝对数字去看股价 就是你不可能看到说 他跌成这样你就说可以买可以买 如果你用这样逻辑去买股票 而且党党对的话 我只能说 这样台北股市也太简单了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在台北股市 赔得哗哗叫 真的就不会了 因为大家就变成大富翁了 随便买随便赚 只要跌我们就买 买了就赚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当然没有 因为其实你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你还是要回归他的产业的力道 到底是长得怎么样 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继续聊 那就是持续要跟大家强调 就是我们超盘团队 虽然现在开牌的东西不多 可是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可以给会员稳稳的幸福 我们就是浮华买在相对地点 君豪可以买在相对地点 陈明店 我们就是七天让我们的会员 可以获利出厂 那买进的价位在50.7块 50.7块 可是你会跟我讲 那陈明店呢 陈明店今天的确很强 为什么陈明店今天很强 因为他的营收强度 他营收有开出来 而且他接下来的梦还不错 接下来梦还不错 你看就是这个趋势 可是如果一样 就是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可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超盘团队的远见 我们就看到了一些东西 那我们会选择在那个时候获利出厂 一定有我们的理由 因为我们当下获利出厂 七天之后获利出厂 我们转别的股票 我们的会员还是很开心 重点就在这边 重点真的就在这边 而不是今天大家都跟你讲 陈明店有多少多少的东西 你去追在这里 因为基本上你追在这里 其实老实说 离我心中的价格 真的是我觉得空间很小 真的很小 真的很小 与其是这样 我们还不如把眼光调整到 真的就是底部 真的就是底部 接下来有美好故事的股票 就是我们就是一直一起好好的 做个好的猎人耐心等待 我觉得不如是用这样思考 现在的台北股市 你反而比较会容易 可以让你的资产倍增 反而可以让你的资产 比较容易的倍增 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话 要告诉大家小资族的部分 这档股票呢 我们今天我那天说的 昨天开了第一枪 然后今天带着会员买 现买现赚 现买现赚 因为我说他开了第一枪 他即将要起跑了 那这档股票的话 我从来没有做错过 又从来没有做错过了 那这档股票 如果就是邀请大家 共襄胜举 因为他第一枪起跑了 那今天我们是买在相对低点 那今天早上有几位新的会员 刚好办好手续 就刚好买到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超盘团队的威力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前一天 挂个一个点位给大家等 大家还是可以很舒适的买到这个股票 然后每一次几乎每一次都是 现买心中现有感觉 就会觉得说哇好深喔 怎么会拉上去 我告诉大家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这就是超盘团队 我们的用心 我们用心就在这边 我们不是说叫你 红了赶快追赶快买 什么的 大家真的不要照镜 稍安勿照 跟着超盘团队的指示 你一段时间下来你就会发现 没错你们相信秀方的超盘团队 是可以让你们改观 整个投顾界 甚至是可以让你们加入 整个台北股市 就是加入进入了台北股市的 这一个游戏区 让你可以资产优感倍增 而不是你急急盈盈 你在台北股市一辈子 可是却换来了什么 就伤心 就是伤心的故事很多 好不好 所以这张股票 接下来最后一段 上看102 市场上看102 市场上看102 我想依照我们现在很舒适的买点 其实一张价差25块 简单心算 一张25块 一张25万 你买10张 10张多少 25万 你买20张了 这20张每一个人都买得起 每一个人都买得起 我告诉大家 这张股票 它快要发动了 可是它还是可以买 它还是可以买 真的还是可以买 今天真的再次恭喜 今天加入会员的朋友们 因为你们现买现赚 现买现赚 所以想要布局这张股票的 赶快加入秀芳的LINE 17888VIP 你跟我说 你想要加入小资组 你想要买 保进购 那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了 这张股票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而且短短 而且是近期内 我不敢说太短的时间 时间我没有还来 我只要告诉大家近期内要几倍了 因为它最后一段 这张股票做完之后 我们马上换下一张股票 就让大家非常非常有感 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话幸福宣言班 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预估一张15块内 这张股票其实说起来也是蛮曲折的 怎么说 因为我几乎是前一阵子看到 然后很心动 然后一直有挂点位买 一直没买到 最近买到 买到之后 现买现赚之后 股价一直往上垫 一直往上垫 所以它现在 这档股票我是看百元的 我也是看百元的 然后题材最近都快要发酵了 所以投信也每一天 几乎每一天都来共襄胜举 我觉得非常好非常不错 真的恭喜幸福宣言班的朋友们 这张股票其实我也是预计是 没有要抱什么比较长的波段 就是我们就是做价差 做价差 真的就是做价差 让大家就是有感的一下 有感一下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前菜 真的是前菜 因为主菜是别档股票 好不好 就是每一个前菜主菜跟最后的甜点 我都帮大家 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这张股票还可以买 还可以买 如果你想要参加幸福宣言班的 我就会带你买这档股票 因为这档股票很稳 很稳 而且重点是他接下来题材 真的都要发酵了 真的都要发酵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想说 这档股票空间有15块以内 虽然跟我的一些股票比起来 空间算少 可是我觉得这一档股票 掌握度很大 胜率很高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空间 比较稍稍小一点 你看一张赚15块 就是一张赚15块 十张你可以赚15万 你买20张了 是不是就可以赚30万了 那既然你发现了这档股票的好 那既然你觉得说他胜率很高 那你觉得我会放过他吗 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这档股票的话 真恭喜幸福宣言班的朋友们 我们这档股票持续的获利当中 好 要跟大家聊聊 外密题是什么 因为外密题这个东西 其实是近年来 就是生计的显学 也算是显学 特别是用在那些保健食 不是就是医美的产品上面 它是一个特殊的细胞外微小囊炮 其实它就是非常非常奈米大小的一个 具备活性的一个东西 那反正就是结合了外在和内在保养的概念 那是目前医学的当红榨子机 所以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 好吸收 所以在人体的特殊的协和作用 能够帮助肌肤底层 然后启动正确的讯号传递 然后增强表皮的防御力 舒缓肌肤的压力 达到延缓 延缓肌肤衰老 这个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人都在追求的东西 所以透亮肌肤的辅助性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被 广泛的运用在医美上面 医美上面 那主要代表公司是训联 永利隆 盛安跟向隆 这几间公司 比较不常听到我讲 比较不常听到我讲 可是我认为外媒体 大家一定要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特别是这个东西是医美的闲学 所以大家务必要记牢 好不好 好今天我节目就到这边 记得不管怎么样 不要害怕丢脸 有套牢股票来找我 我会帮你做解决好不好 然后加入我的赖 17888VIP 然后特别是我的YT 订阅我的YT的频道的订阅人数 还差一点点就到1000了 期待我期待下个礼拜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 好不好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就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记得按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秀芳影片 除了每天可以及时观看外 还有 如果你在操作上 有任何问题 请加入秀芳个人专属赖 赖ID 17888VIP 秀芳本人会亲自回答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原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